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庆祝今天晚上训练赛大胜 好呀好呀 我们去吃什么 我饿死了 AZ火锅 可以吗 诚哥 可以 走 那 我请哥 我请哥 好 你请 老K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走吧 我不去 最近上火 你别管他 他性格就这样 放弃配可破 我的天 这牛肉绝了 瑞哥 你再帮我捣脸吧 来来来 这牛肉绝了我的天 这牛蛇 我这个给你 你们几个人 这怎么吃这么快啊 再点两个吧 慢点 这吃就慢的没了 善备五百六十八 是在星辰大海里露出来的吗 行了行了 你给我留点 童谣 你完蛋了 冬瓜 冬瓜总算便宜点了吧 冬瓜七十八 你在逗我 这怕不是黑店吧 我为什么要自高奋勇地买单啊 耍 童谣 你愣着干什么 你也快点吃 我不饿 太贵了 舍不得吃啊 嗯 刚才我看见 诚哥已经把新卡给经理了 他买单 好 服务员 给我来两份鱼翅 一份喝掉 一份出口 孩子 多吃点肉 长高 怎么都没人呢 怎么都没人呢 再看看 你看 应该就是这儿了 那走吧 小姐姐 有事儿啊 我一直想问你一下 嗯 我一开始邀请你的时候 你本来不想来的吧 到酒店都还没有答应呢 后来是怎么就同意了 我还挺惊讶的 实不相瞒 我一开始以为瑞哥是个骗子 什么叫以为啊 他就是个骗子 我 你见过这么正直的骗子吗 小姐姐 咱俩可得把话说清楚啊 我当时 邀请你的时候 哪儿表现得不正经 像个骗子了 你一开始先发英文 然后又发拼音 这就很奇怪啊 而且我一想 DGDX名神 不是一直有一个替补吗 他去哪儿了呀 干嘛还找我啊 然后我就更加怀疑你是骗子了 而且刚开始 我父母也不同意 最开始我爸妈也不同意 我爸妈也不太同意啊 这也很正常 我们这里面啊 除了老K从来没有提过他的父母之外 其他人父母的态度都很明确 就是反对 所以刚开始就犹豫了 那 是什么让你准备了想法的 因为那天 我去看你们和CK打比赛 听到名神在台上讲的那些话 我就下定决心 我也要成为一名职业选手 然后和你们一起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拿下世界第一的那块牌牌 然后拍拍胸脯 告诉所有怀疑过我的人 我童谣做到了 膨胀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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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小姐姐的梦想之敬 来 我们一起喝一个 好 来 像梦想之敬 像梦想之敬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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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有人吗 会不会是出门了 有人吗 怎么能不请自助呢 这门不是开着呢吗 换钱 换钱 换什么鞋 你快进来吧你 有人吗 你好 有人吗 换 吃 看 动 吃 打 有人吗 有人吗 我会儿 猜猜去 你不许多 我会儿 你不许多 我会儿 喂 儿子 你妈又开始了 在乎她 你妈我就真成孙子了 居内 见笑了 没有没有没有 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传统美德嘛 对对对对 胖子说得对 美德 美德 社会上流认识的居内 怎么能叫居内呢 那叫腾汉契尔 你们 以后我来配偶的 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 如果你们忘了 我可以提醒你们 不会又要回去了吧 不管了 过来一天就好了 走吧 走 淳哥家到底什么身份背景 你不知道 我是知道他挺有钱的 何止是有钱 陆氏集团听说过没 大公子就在那儿呢 他们家穷的呀 只剩下钱了 那按照剧本来说 他不是应该去继承公司吗 怎么感觉他爸妈 还挺支持他打电机的 我听说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不支持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 反正我来的时候 他们家已经是 战队的股东了 他们这买下来了 你们在聊什么八卦啊 没有没有没有 白老 我先行一步啊 小胖 我们没聊什么 我们就是在聊 你的父母很支持你打电机 这有什么好聊的 你家人不支持你打电机 我爸还好 我妈就 如果我们家都听我爸的就好了 我妈就说 就会打电机 我们就说 他们就会打电机